接下來我們要教的是糖類 這個糖類的一些重要的內容都是以前學過的 第一個呢 糖叫做碳水化合物 為什麼 因為它構成的元素是碳氢氧 而它氢氧的比例跟水是一樣的 水是H2O 表示幾比幾 2比1 2比1 所以呢 我們還叫做碳水化合物 所以糖類是碳水化合物 接下來應該也念過糖類有所謂的單糖 雙糖跟多糖 這個應該也是念過的 基本上我們要吸收的時候就要變成單糖 可是我們吃下去的時候可能吃的是多糖 所以呢 我們要把它消化分解一下 讓它從多糖變成單糖 然後我們就是靠這樣了 靠著唾液或者酸的催化 我們唾液裡面有一些酵素 酸液 我們的胃酸就是鹽酸 酸的催化價 然後把它變成 讓它從酸糖 多糖變成單糖 葡萄糖 然後才會被你所吸收 OK 這是糖類 糖類的狀況 然後呢 糖類是人類的主食 除非你是愛斯基摩人 愛斯基摩人啊 愛斯基摩人那個地方根本就沒有辦法 不管你是吃飯的 還是吃麵 或者是吃麵包的 是吃稻米的 或者吃小麥的 基本上你就是吸收什麼 澱粉 澱粉就是糖類 所以人類的主食就是靠糖類 是我們人類最重要的 生命 生活下去 能量的來源 是我們的主食 然後就是靠所謂的光合作用 那種植物形光合作用 稻米 小麥 食物形光合作用 愛斯基摩人那樣 每功課提供四千卡 四大卡 這個以前學過了 以前學過了 OK 糖類 這個以前教過了 要備 考試會考 過去會考 現在還是會考 澱粉遇到點液會呈深藍色 我這裡寫個把點特別標出來 是它含點 要含點 點液是點溶於點化鉀有點 所以會變色 點酒是點溶於酒精有含點 所以也會變色 但如果你拿的是點化鉀容易 它就不會變色 因為點化鉀裡面是點離子 不是點分子 我要碰到的是點分子 然後它就會變成藍色 深藍色 藍黑色 就是這個顏色 OK 下一個叫葡萄糖 以前學過了 靠誰檢驗 還記得嗎 本氏液 本氏液 然後本氏液本來是藍色的 因為裡面有銅離子 所以是藍色的 然後碰到葡萄糖會成綠到黃 它有人會寫到紅色 就是紅成黃綠 月天紅色這一邊就表示 葡萄糖含量就越多 越多 所以會遇到黃色 這兩個是古時候你們就學過的 以前就有考過 現在還是會繼續考 請你要記住 如何檢驗澱粉 請用點液 含點的 點液可以 點酒可以 然後碰到澱粉會成藍黑色 深藍色 如何檢驗葡萄糖 本氏液 藍色會變成綠色 紅色 黃色 藍色 黃色 OK 然後澱粉跟纖維素 這兩個東西 其實基本上都是葡萄糖構成的聚合物 但它兩個葡萄糖長得不一樣 兩個葡萄糖的構造 就是我們前面叫所謂的銅分 易購物 就是分子四一樣的排列方式不一樣 因為他們兩個組成的葡萄糖的排列方式不同 所以人類可以消化澱粉 但是沒有辦法消化纖維素 沒有辦法消化纖維素 我小朋友兒子小時候就很清楚的知道 他沒有辦法消化纖維素 你們現在長大了會嚼 會把東西切碎 所以看不太出來 我的小朋友小時候不太會嚼東西 那個金針菇啊 怎麼吃進去就怎麼拉出來 便便留一條金針菇 完全長相 好 纖維素 人類無法消化 怎麼吃進去就怎麼拉出來 怎麼拉出來 好 怎麼拉出來 好 沒辦法消化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消化 但是你就記住就叫做 澱粉也好 纖維素也好 都是葡萄糖構成的聚合物 葡萄聚合物 只是兩個葡萄糖長得不一樣 所以人類可以消化澱粉 但沒辦法消化纖維素 然後呢 店門的過程 這個看一下 他有分段 他最後要變成葡萄糖 還是先在你的嘴巴裡面搅一搅 弄一弄 會變成比較 切成小段小段的 比較糊金 以前有出所謂的高鮮飲料的時候 他裡面就會寫 我裡面有什麼糊金 就這個 稍微切一下 還沒有切得很碎 沒有分解得很好的時候 糊金 然後最後呢 再 先變成了麥芽糖 最後會變成葡萄糖 麥芽糖要記住 要備 考試會考 考這個 傳說把米飯放到嘴巴裡面咀嚼 然後會有一個甜味 那請問你那個甜味是誰產生的 答案叫做麥芽糖 那時候還沒有到達到麥芽糖的地步 只到達麥芽糖的地步 所以考試問你 米飯在口中咀嚼 感覺有甜味 請問你甜味來源什麼 甜味來源叫做麥芽糖 所以考試考第一個 會考就考你如何檢驗電粉 如何檢驗葡萄糖 會考你 我們的糖類式碳水化合物 糖類式碳水化合物 會考你 我們這個 嘴巴裡面感覺有甜味的叫做麥芽糖 就把這些東西背起來就可以了 以上是有關於糖類的部分 OK嗎 OK 很好 OK 很好